總統蔡英文今天到基隆市島 負責監控共艦重任的海軍 131艦隊 也感謝國軍弟兄捍衛海疆的努力 由於今天是國際婦女節 蔡總統也肯定女性官兵的表現 強調不論性別 都可以承擔報家為國的責任 總統蔡英文八號到基隆威海營區 親自登上蘭陽艦市島 並且頒發加菜金 駐防基隆的海軍131艦隊 平時擔負監控共艦的重任 近來中共軍事動作頻繁增加 總統蔡英文也感謝國軍弟兄捍衛海疆的努力 接下來有駝江軍艦加入 一定會讓131艦隊如虎添翼 這也是國防部長邱國鎮上任後 首度陪同總統出席公開的軍方行程 與參謀總長黃曙光一同出席 也藉此宣示國見國造的決心 總統蔡英文也期待 邱國鎮未來能夠更加提升 三軍聯合作戰能量 適逢國際婦女節 總統蔡英文也特地釋導 蘭陽艦上的女性官兵請示 並且強調不論性別都可以承擔保家衛國的責任 而最近掀起的鳳梨潮也出現在海軍的菜單上 有鳳梨蝦球及水果盤表達國軍挺鳳龍的心意 記者韓英朋友組 基隆報導